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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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一下高雄 因為剛有談到 基期越低 漲幅越大 這個是合理的 那基期高 漲幅小 因為它的分母太大了嘛 在台北市穿車過來穿萬的家 你哪有可能一漆漆二十八嗎 那高雄算是基期低漲幅又相對落後 剛剛既然談到台積電 我們各位可以跟高雄好好說一下 它會不會補漲 會 因為如果不想追高的 擔心說 現在五十幾萬是不是追高 如果擔心追高 或者像台南 它其實已經熱好幾年 從去年就在熱了 炒到今年了 其實台南也漲很多了 那高雄會不會補漲 我覺得高雄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因為它真正大的推案量 現在幾乎很多建商都 跑到高雄去買土地的嘛 包括愛河邊的一些 比較標的性的一些 建築啊 土地啊 現在大概大家都先買土地嘛 因為你買完土地之後 再來你要 有麵粉才能做麵包 對啊 它有麵包 然後慢慢再看到底要怎麼推嘛 所以你現在反而高雄是 今年的推案量好像沒有那麼熱 那土地現在漲了嗎 漲多少 已經開始逐漸的在漲了 已經開始在漲了 那土地如果漲的話 接著房價就會漲了 因為它的土地是最大的成分 對 所以理事長認為高雄還沒有開始漲 還沒有開始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高雄它的服務員相對上 我們假如說跟 對 跟新竹比的話 它服務員大得多 高雄縣市合併下來 現在都算在高雄 對 那現在才開始有 真正正面的題材 就是台積電要進來 的這種正面的拉抬的作用 那所以說你說整個高雄市 或者是橋頭園區等等這些 就慢慢的要起來 那就看看後續它有多少的這種 利多的效應加注進來 讓高雄這麼大的這個區域 我舉個例子 以美國來說 同樣是加州 為什麼舊金山的房子 是比洛杉磯還要貴 平均 因為舊金山 它地窄 人也相當的多 人層 它也矽骨 它也矽骨 對 它太小 因為它有很多的山跟海洋 那那是整個的洛杉磯區 哇 它片 覆地比較大 服務員非常的大 所以說相對上 你說住宅的價格 或者是餐廳吃的價格 就是LA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不是說LA的品質不好 再加上舊金山也有產業對不對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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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舊金山也有它的產業 就是Saint-Hose 所以類比到台灣 高雄因為它的服務員比較大 土地比較多 所以你會覺得它長比較落後 但是其實它也是有在漲 只是它沒有漲那麼多 那現在應該去買園區附近 對啊 已經開始 既然我們是看好台積電硝煙 那怎麼會 路挖台積電路好 所以它現在像橋頭一樣 或是像整個 舊高雄市區來講的話 你看現在慢慢的 它的整個那個氛圍已經出來了 然後再來建商 你就開始買土地 開始 不要說屯地 就開始買土地 因為它既然產業下去了 那當然後面的這些民生消費的一個產業 它也會跟得下去 所以如果看好台積電效應 現在應該去買高雄 或不是買台南了 因為台南已經差過一坡了 退休之後啊 就沒收入了啊 那想說把房子賣了 用什麼事情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別人了 那附近啊 成交價應該在兩千萬以上 那個仲介啊 不必挑附近啊 比較便宜的成交價來騙它呢 所以我爸就把價格降成一千五百萬 果然很快就有人來買 結果李伯伯啊 才賣掉幾個月啊 這個房子啊 又被人拿出來 賣到兩千三百萬 黑心仲介聯手投機客 賺那個價差啊 買賣房子 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 完整接入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賣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證退服務費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 操盤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